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格子依然是女性励志方向 芒果在利益方面的打造从不让人失望 但抛开其他平台难以企及的利益层面不讲 不少观众对于这首风之所向是不太满意的 被诟病的主要有私 第一 格子利益确实够高 但又过高了 言之无误 而且旋律并不好听 没有惊艳和抓耳的感觉 过于平淡 没有什么记忆点 第二 歌曲搭配舞台风格以及姐姐们红色调的服装 像极了央视晚会的风格 有点过于庄重了 成不成风不知 但真的没有了破浪的感觉 第三 整首歌没有单人分词 全部是合唱段落 而浪姐四中的不抛并不少 比如宫琳娜 孙岳 刘希君 黄丽玲 汪 陈冰 许晶韵等 节目组可能是想突出携手合作的概念 红色服装被吐槽像秋衣 个别姐姐翻车严重 前三季浪姐中 服装始终是一个被吐槽的老大男问题 节目组的审美忽高忽低 但没想到浪姐四刚官宣姐姐们的第一套服装就被吐槽丑了 或许是为了配合本季大美中国的主题 主题曲MV中33位姐姐全部是红色系服装 被调侃浪姐三主提取的服装是蓝色公主群 而浪姐四项是被某类一品牌赞助了红色秋衣 尽管谢娜 徐怀玉 芝福 朱朱 曾可妮 吴倩等姐姐的服装很美 但也有个别姐姐的服装翻车严重 比如贾静文 蔡少芬 陈佳化三位姐姐都是高领红色上衣 而且材质确实像极了普通的居家秋衣 只能说服装师的审美能力 普通观众真的无法理解 比如孙悦 李彩化和凯莉都戴了大到夸张的帽子 像加大版的渔夫帽 更像时尚版的草帽 甚至被嘴损的网友吐槽像顶了一个飞碟 比如凯莉 汪小米 卢静山和李莎名字的服装上都有花朵造型 造型师可能认为是点睛之笔 但对于更多普通观众来说 妥妥的影楼风格 再比如张嘉妮和陈亦涵二人都搭配了粉红色的毛毛袖 但即便是这两位公认的高颜值姐姐 也难以称起造型师独特的审美 总体来说 主题曲MV中的服装问题 比歌曲本身更引人关注 官宣就有十大金主赞助 舞台的华丽程度也肯 但愿更有前额的浪姐四载之后的公演舞台中 能解决好服装问题 留人站位不合理 假静文尴尬 除了歌曲好不好听 服装好不好看之外 主题曲MV中的站位也是焦点之一 因为第一次的站位能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芒果对不同姐姐们的重视程度 同时也预示铸成团位的归属 主题曲的舞台分为两部分 上面14人中的C位明显是陈佳化 下面19人中的C位是谢娜 她两边各有界 而她最近的两位姐姐是孙月和徐怀玉 总体来说 大部分姐姐的站位是比较合理的 资历 国民度和人妻决定了她们的位置 但有六位姐姐的站位是明显不太合理的 第一位是曲颖 她的人气虽然不高 没有资历也有国民度 算是浪姐四阵容中的前辈了 但节目组给她安排的位置 却是下面一排的最右边 第二位是邱慈炫 她有大爆款代表做回家的诱惑 加盟浪姐四的消息一度引爆社交平台 但她的站位却不如 许静韵 第三位是唐伯虎 她的国民度可以用低来形容 而且网传是一公五位淘汰者之一 但却站在孙月旁边 第四位是刘亦云 她作为前韩国顶级女团FX成员之一 早已经累积了超高人气 在浪姐四中属于自带流 但她却离C位限量很远 不如唐伯虎 谢昕 许静韵等人 第五位是知福 尽管她在越南市民神级别的人物 但在内地的人气并不高 她站在C位双C位之一 陈佳化登 主持令人意外 但同时也说明了芒果对她的重视 至少冲进城团业的概率是很大的 最后 贾静韵的位置非常尴尬 处于整个舞台的C位线上 但却在最靠后的位置 至于原因 可能是贾静韵虽然有资历有人气 但唱跳完全是她的陌生领域 她也不是年度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所以放在显眼的C位不合适 但放在任何一个人身边同样不恰当 总体来说 尽管浪姐四官宣的主题曲MV草点不少 但依然能看出芒果对这档节目的重视程度 草点只试验 整季节目的热度才是最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 浪姐四出舞台恢复了第一季的打分和排名设置 下周开播的首期节目一定看点十足 首播集爆款的趋势没跑了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